我现在主要工作呢 都是引进一些港澳台的艺人 以及一些国际的艺人到内地来 做一些演出啊 以及开演唱会和商业的一些合作这样 一开始内地是没有人去做这个东西 那就完全我们要自己走一条自己一个合适的路 那我们当时就说我们叫摸着石头过河 那在这一点上呢 我就特别感谢香港 因为当时香港就是作为一个中西方文化的一个交流点 给到我们很多的一些经验啊 很多一些支持 其实香港人就比较注重 把外来的这些文化进行一个本土化的一个操作 所以我们当时做外国艺人怎么引进到中国来 我们当时也做了一个创新 就是我们让外国艺人去翻唱中国的歌曲 那我当时记得选择第一首 就是选了张学友的那个《吻别》 让丹麦的一个乐团叫Michael's Rock来翻唱 最后这张专辑在内地发行了25万张 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的是2007年 我们中国在上海举办的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一个闭幕式 当时呢有一个节目是五大洲的艺人 同在一个舞台上唱一首歌叫《共享生命》 其实最难的是非洲的艺人 那最后我们是找到香港的同事 他们帮我们找的是一个南非的艺人 我觉得香港的同事就是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纽带点 他们就和我 我们俩就一起给他解释 目前中国发展的一个情况 最后就是我们打消了这位艺人 我心中对于这边一个陌生的地方的一个恐惧感 他愿意来到中国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整个节目的一个完成 当时是由香港这个纽带来帮助我们完成的 我是2013年到2015年在香港学习和工作 当时是过去念研究生的 然后在13年开始念书的时候 就在那边陆陆续续的开始工作 然后到14年正式毕业之后 就入职了一家贸易公司 在香港工作的这一段时间里面 最主要的还是学到了怎么和人打交道 怎么和不同的人去聊天 然后这对于我现在的这份工作帮助也是非常大的 我觉得其实我的经历跟很多在香港那边念完研究生的人 可能有那么一些不同 是因为我在一开始找工作的时候 并没有找到一些规模很大的企业 进行系统化的一些培训 我是进入到香港之后找了一家很小的公司 然后再等于是自己摸爬滚打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很多艰辛的一些经验 包括对养成自己一些不屈不挠的一些性格 也是挺有帮助的 我认为香港是一个工作压力 其实挺大的一个环境 在那边塑造了一些性格也好 一些技能也好 我觉得现在来到上海之后 对我的职业实际上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experience 了解